如风说梦幻 八卦天天看 一 轮总聊羽岛服战队现状 有八名老板 团队很健康 轮总在打服战之后 无论是在西炸老街 还是在羽岛 都是团队的核心老板 他的一举一动 都牵扯各自服战队粉丝的心 最近这段时间 轮总在羽岛服战队的位置 慢慢从绝对的主力门牌 变成了不是经常上场的替补门牌 他也卖掉了一些 非常极品的装备和宝宝 包括卖给屈服N哥的13技能地厅 和卖给九五哥的160野兽无棒的头等等 他的这些操作 引发了很多羽岛粉丝 对于服战队的担忧 对于羽岛粉丝的担心 和吃瓜群众的质疑 轮总专门发文进行了回忆 轮总坦言自己的宝宝 几乎都是亲手造的 基本上没找过队友买东西 除非是队友卖好 团队内部必须有人接 他不喜欢之前的女儿吞门派 之所以玩女儿村更多是为了团队 现在的羽岛团队有八个老板 非常健康 喜欢羽岛的粉丝们完全可以放心 2.张梦潇助力屈服 与紫禁城争贯 梦幻细游的第一届超级联赛总决赛 将于今明两天在杭州电竞中心举行 其中最受关注的175天元组比赛 将在周日举行 超级联赛总决赛 参赛双方在比赛开始前开始随意转门派 因此报名的9个门派 参考意义并不大 屈服孔庙和紫禁城两支战队 对于这一次的超级联赛都非常重视 两队的很多老板都会来到线下观战 屈服孔庙的指挥团队中 还专门邀请了生日主指挥张梦潇助力 紫禁城的指挥团队 则是原来的老班底 包括了东方 小郑 芬飞 金旭和老板 谁能夺得第一个超级联赛的冠军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